斗王以上每个境界的代表人物都是谁 斗王是海波东 斗宗是美杜莎 你们认为谁最有资格代表斗王强者 咱们就先从最强的斗帝开始说起 在没有武帝破空之前 那陀射谷帝绝对是最具代表的人物 作为原著中排名第一的一伙 他不仅能够凭借吞噬其他一伙进化 还能对一伙直接发出号令 相对于远古时期的其他斗帝 陀射谷帝的进化方式更加困难 他并没有依靠元气 反而是依靠一伙最终晋升斗帝 这也成就了陀射谷帝独一无二的地位 不过遗憾的是 陀射谷帝最终的去向成为了一个谜团 他在突破斗帝后并没在斗器大路上逗留 也没有打开卫面通道接通元气 而且作为唯一的斗帝 也不存在被击杀的可能性 作为一伙也不太可能老死 甚至在后续的大主宰中 也没有交代这件事 再来说说斗圣强者魂天帝 作为与萧璇同意时期的超级强者 在未突破斗帝之前 他的实力要略强于古元与竹坤 然而魂天帝最可怕的并非是战斗力 而是他的计谋 千年之前魂族对萧族出手 魂天帝便笃定炎族雷族 耀族等其他超级家族不会出手 果然也只有古族出动之源 可却被魂天帝提前布置的人马拦住 再到之后灭掉灵族和石族的悄无声息 接着又对耀族下手 最终夺取古族 炎族雷族古玉石的套路 纵观斗破书中关于智商的描写 全部用在了魂天帝身上 陡尊的代表人物那必然是耀老 作为硝烟修炼道路上最为重要的引路人 可以说没有耀尘 就不会有炎帝的诞生 耀老这种地位的人物 即便是自身战斗力没有多强 也能凭借炼药术召集大量强者来为自己卖命 耀老当年在江湖历练时 他就颇受欢迎 甚至于有一次耀老遭到三名斗宗强者的暗杀 不少强者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就主动组建了一支复仇小队 将伤害耀老的势力连根拔起 斗宗强者则是美杜莎 曾经作为塔戈尔沙漠的蛇人族女皇 凭借强悍的实力与妖艳的美貌名震各国 可怎料在天坟炼气塔中失身于硝烟 最终又与硝烟日久生情 改名为采林 唯独在硝烟与其家人面前 才会显露出女人的一面 后来还为硝烟生有应女 名为萧萧 斗皇强者那毋庸置疑就是海伯东啊 作为加玛帝国十大强者之一 表面看似高冷自傲 可内心却是一个极为看重感情的人物 在魂殿与云兰宗对萧家出手时 也全凭海伯东救下幸存者 并照顾萧家余下族人 可以说海伯东在前期的地位仅次于要劳 算得上硝烟成长道路上的一位妄言之交 关于斗王境界 其实我是真的没有想出谁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那么大家心中的答案是谁呢